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节目由北京同仁堂生脉引赞助播出 欢迎各位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很有趣 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一个广告语 这个广告是这样 喂 你好吗 你好吧的都看过吧 我知道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都在为这件事情困扰 比如说我自己就是 你们会有这个困扰吗 您不是说喂 你好吗 其实我没来得及说喂 说我不好 对 磊哥肯定有跟我一样的共鸣 经常录节目的时候吃饭几点啊 两三点吃午饭 然后晚饭几点吃啊 八九点那算早的 所以经常就是胃疼 胃胀气 急性肠胃炎 这都是家常便饭了 我最严重的一次是晚上七八点被送到了朝阳医院 然后弄到凌晨四点钟回家的 然后我当时是疼的是蹲在地上要靠 最后只能用轮椅推进去 就不停地输液 不停地吐 就那一刻我觉得好痛苦啊 那是我最严重最严重的一次 七伟 我看你这个形象就胃不好 要不这么瘦 因为磊哥知道我有两个孩子 就你会很了解我那个生活状态 我要很早地起床 会为他们准备营养的早餐 但是当把孩子们的早餐伺候好 吃完了之后我要送他们去上学 送完他们上学之后我要赶紧到单位 把所有的工作都忙好 然后准点冲出单位 去接孩子 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到准时吃饭 好好吃饭 踏踏实实地吃饭 然后就是因为那会儿我在做美食节目 然后一录像就要集中在一段时间录像 然后那段时间就没有办法好好吃饭 然后录像最后一天 就是那个汗珠像豆子那么大往下掉 就真的很疼 到医院发现唇孔了 大姐 您没有我们这种痛苦啊 就最近吧 差不多有半年多 才觉得胃有点不舒服 您的不舒服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吃东西吧 吃了以后他老不消化 你觉得还堵在位置 下一次吃饭就不想吃下一顿饭 就没有食欲 我们说这个就好像跟你没有关系一样 你是看我们四个病友在交流 其实我也有 我也有 其实我喝酒比较多 而且我喝酒比较夸张 比如说两个杯子 一杯子是啤酒 一杯子是白酒 不是 你是拿这个啤酒就白酒 真的 要不然我就感觉不过瘾 吃饭规律吗 吃饭 吃饭我觉得还规律吧 反正午饭和晚饭肯定是正常吃 早饭呢 早饭基本不怎么吃 就没养成的习惯 你是规律性的不吃早饭 对 规律性不吃早饭 所以你看可见而知 我们对我们的胃有多么的疏忽 以至于来看一个短片 这个胃受了多大的罪 窦女士是一位专栏作家 平日里比较注意自己的身材 为了减肥 饮食一直很克制 平日里吃得比较清淡 能少吃就少吃 如果遇到赶稿子经常忘了时间 吃饭更是有上顿没下顿 灵感来了 熬夜写通宵也是常事 有时候半夜三更饿极了 手边有什么就吃什么 最近窦女士觉得胃不舒服 吃的也不多 但总是感觉胃胀胀的 还经常爱气 自己觉得也不是大事 就到药店买点胃药吃 症状暂时得到缓解 但是过段时间 胃又开始不舒服了 这次症状还加重呢 清肠饭后一段时间开始胃痛 后来发展到半夜能疼醒 白天无法好好工作 晚上睡不好 让窦女士身心疲惫 直到有一天 窦女士突然感觉 腹部疼痛难忍 像刀割一样的剧痛 让她几乎要晕过去 最终她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医院 医生做完胃镜检查后的结果 让她大吃一惊 她被确认为急性胃溃疡穿孔 急性胃溃疡穿孔 工作压力大呀 饮食不规律呀 可能会让我们的胃承受 不该承受的负担 甚至于这个胃可能会穿孔 甚至于可能还会有更加严重的问题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来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 郝建宇医生 让我们欢迎郝医生 您好 郝医生 您好 您好 欢迎您 欢迎您 有请 郝医生先来跟我们说说 就是不好吃饭 最后怎么就胃穿孔了 当然这个例子是比较极端了 那么他这一段时间在减肥 就是吃得很少 基本上吃一点沙拉就完了 所以一方面他的胃进食很少 那么造成了这个胃的消化液 没有食物可消化 再有一方面 他可能跟他的精神紧张都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精神紧张以后 就能够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来兴奋 兴奋以后就能够促进胃里面 产生大量的消化液 特别是胃酸的一个产生 胃酸又多了 这个黏膜的保护痛又弱了 胃酸消化 浸食到我们的胃的黏膜了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溃疡了 刚才那个郝主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 他说就是你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 胃酸没有东西可消化 其实我们这个胃里面 这个胃酸是最主要的 胃酸我们就是在不吃东西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分泌 要保持胃内的一个酸性的环境 这个我们叫基础胃酸的分泌 在胃里面这么一个基础的酸性环境下 就有很多的外来的物质 比如有害的物质 这个微生物 它就能够保持胃里一个相对的 无菌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胃酸对我们人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们像一些 这个有益的物质的吸收 它其实也是要靠这个胃酸的 所以说胃酸对人体来说 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一日三餐为什么要规律的 如果你到该吃饭的时候 我们胃肠道已经蠕动了 消化液已经分泌了 而没有食物了 那么一次两次 可能你会觉得不舒服 说我饿得不行了 那是因为有工作或者我不能吃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就造成了什么 我们整个的消化道运动就失去规律 就打破了它自身的这样一个生物的节律 对 就该吃的时候不吃 不该吃的时候 又猛吃 又猛吃 本来是一日三餐很规律 但是你七点半该吃了你不吃 可是那个消化液还在分泌 还在消化液 还在分泌 这个时候一方面它胃酸分泌就高了 胃酸消化 浸食到我们的胃的黏膜了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溃疡了 你看我们今天请郝医生跟大家讲了 说你饮食的习惯 其实跟我们胃的健康有关系 第一最大的习惯就是三餐不规律 对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忽略的小习惯 其实都跟胃的健康有关系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裁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你看我们今天请郝医生跟大家讲了 说你饮食的习惯 其实跟我们胃的健康有关系 第一最大的习惯 就是三餐不规律 对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忽略的小习惯 其实都跟胃的健康有关系 比如我们接下来 咱们讲一个 讲个什么呢 吃饭的速度 跟胃的健康有关系 你们相信吗 我外公活到九十多岁 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吃饭慢 他一顿饭能吃四个小时 我一点都不夸张 他吃着吃着溜达一圈回来 再吃 不是 我很好奇 你们家做什么这么难吃 因为他的习惯就是那样 就是多少年了 你吃饭的速度呢 我吃饭 我爸说总有人在抢 狼吞虎咽 不 我打开直接倒进去 倒进去 对对对 你呢 我还挺快的 我估计也就是三分钟左右 也恨不得摘哪里的味道 那你们太快了 我的天 大姐呢 我吃饭也快 尤其是原来年轻的时候 吃饭特别快 后来呢 因为我得糖尿病了嘛 然后呢 好多人都告诉我说 吃饭要慢 不要吃太快 对 就是吃饭的快慢 速度 时间 跟这个胃的健康之间 是什么关系 这就是接下来 郝医生要跟我们寻找的答案 不过呢 我们先得来测试一下 得看看各位吃饭的时间 好吧 好 你们看看这个美女 狼吞虎咽是什么样 来 咱们来看一看 计时开始了 开始 啊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的用膳 今天点的是某品牌的照烧鸡排饭 OK 先暂停 OK吃完了 吃饭了 咱们来看一看到底你们这个吃饭的时间和贵的生病的风险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大姐我觉得应该还行吧 也高风险 十分钟都不行吗 天哪 我们今天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 郝医生 这个怎么回事 可能我觉得是跟我们今天选的嘉宾的人群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今天嘉宾都是精英 包括刚才大姐一聊天 退休之前夜里头一两点回家都算早了 所以可能是长期这么工作养成的习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消化系统疾病比较高发的一个原因 就是跟我们的生活节奏快 大家进食第一个不太规律 第二个就是进食速度也是非常快 可能有关系 就是现在这个消化性就胃部的疾病的发病率大概有多高 现在的这个在我们的门诊里面 第一位的是我们的这个最多的可能是心血管 其次可能就是我们消化系统 排名第二 对 吃饭我们有几个时期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消化 一个叫物理性的消化 一个叫化学性的消化 那吃饭的时间的快慢呢 其实跟这两个都有关系 所谓的物理性消化呢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食物从一个大块变成石米 就是严碎 那这个过程是靠什么来把它消化 第一就是要靠咀嚼 要靠我们的牙齿 我们要把它这个给它嚼碎 那么嚼碎了以后 到了胃里呢 是在胃痘 要靠胃的肌肉把它磨得非常碎的石米 这样的 才能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里头 就是进到肠子里头 继续往下走 如果你吃得太快了 那你这个本身物理性消化 你嚼得就肯定不太醉了 对 然后到胃里头 胃就得多工作呀 它就得把它 还得磨到同样的这个细的程度 才能够进到肠子 明白了 这个过程我们听明白了 但是 那么就不就是多工作一会儿吗 怎么跟这个胃的损伤又有关系呢 那我们说胃的本身的这个研磨的过程 如果你这个过程里头呢 它在有一些这个黏膜本身 你膜的过程中 它出现了哪些破损 小的破损 它胃酸就可能渗进去了 那么时间长了 也就可能造成黏膜的损伤啊 它第一个影响吸收 第二个呢 就是太快了以后呢 增加胃的负担 这个是我们说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你可能吃得快 就进食多 可能使这个胃呢 更加的这个什么成胀 那么这个过程里头 有可能造成黏膜的损伤啊 等等这些因素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那是不是说这个 刚才嘉宾说了 说我这个爷爷啊 说吃饭四个小时 是不是越慢越好 对 是不是 其实也不是 如果你吃饭速度过慢 这样呢 它就等于你随吃 就随吃随消掉了 随吃随消掉了 就容易造成另外一个风险了 就是一个肥胖的问题 明白了 你这个太慢 其实也不一定是 这个非常科学 那真正意义上吃饭 或者说从一个 消化科的专家的角度 给大家推荐 多长时间呢 大概我们吃一个饭呢 嚼呢 认为二十 嚼二十下左右 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速度 这样下来呢 一餐呢 大概在三十分钟左右 我觉得这种事就是 比较合适的一个速度 其实大家看 我们这餐桌上这么多东西 都把它吃进去了 都在哪呢 都在胃里面 存起来了 我们的胃其实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它就被撑起来了 如果你的胃 这个不是很大的 但是这时候你如果进食非常快的话 那第一 你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对吧 你短时间就把这个胃撑大了 第二个呢 其实主要还是影响到 你对食物的这个消化和吸收 待会我们拿个道具上来 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就明白这道理 为什么有人说 越吃越多 胃越撑越大 有的说你老不吃老不吃 胃就越饿越小了 这两个气球一个打气筒 能形象地说明 刚才郝医生讲的这个理论 您来跟我们讲讲 好 那么这里面呢 现在有两个气球 我们就代表我们人的胃 我通过这个打气速度快慢呢 代表我们进餐速度快慢 那我们这个绿色的呢 我快速地给它这个 这个充气的话 有有有有 这就 你看我们短时间之内呢 它的这个气球就能够打得比较大 如果我们慢慢地去打 它冲起来的速度慢 这也就是说我们人吃饭的时候呢 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如果你慢慢地进食呢 它等于一般一边进食的过程中呢 消化就开始了 这样呢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胃呢 不至于这个扩到这么大 所以这也就是说 我们吃饭的速度 跟我们的胃的这个溶积 那么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我们再把它气撒掉以后 我们看呢 这个胃 哦 它明显比这个蓝的大很多 我们看这个绿的呢 就明显比我们这个蓝的要大 刚才说的是这个吃饭的时间 接下来咱们说说吃的什么东西 你直发抖干什么 我觉得有不祥的预感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也在想自己 反正吃点这个 吃点那个 胃就不舒服 那吃的东西本身跟胃的健康 肯定是有关系的 接下来各位我们会在屏幕上出现一组视频 那视频当中就是大家的一些饮食习惯 或者说喜欢吃的东西 如果你有这一项 那你就在体板上把它标注下来 然后我们结束之后看看测试 咱们来看一看 好 咱们来看一看 各位的答案 此言是冰啤酒麻辣火锅 对 这是绝配啊 神仙国的日子 每天都得来点吗 酒肯定每天都得来点 辣椒 其实刚才那个VCR上 我是有的 就每顿饭都要吃辣椒 你不是光火锅 对 不光火锅 无辣不欢啊 无辣不欢 您这个是奶茶 冰啤酒 好家伙 这火锅我也是 比如说你吃个馒头 你得磨点辣油酱吧 吃个面条得放点吧 然后这个螺蛳粉 得放点辣油吧 反正就没辣吃不下去啊 你那个咖啡啊 一天喝几杯 我觉得一杯起吧 一杯起 对 因为早晨嘛 就是真的很累 因为我自己要做三份工作 我还要亲自带孩子 所以没有咖啡提个神 今天怎么过呢 我的天啊 所以每天要一杯起 如果说非常疲惫的时候 下午还要来一个 而且我觉得我晚上喝咖啡 都不会影响睡眠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咖啡是一定要有的 那个为什么我写的是辣 没写火锅呢 就像酸辣粉 对吧 像米线 对 你们都是一个班的 螺蛳粉 对 都得加辣呀 而且一定要烫烫地吃辣 是是是 这个辣才好吃 是是是 你们都是一个班的 以后你们都上一个医院 上潮业医院消化科就行了 然后还有冷饮 就那个甜的 高糖的 那个是很治愈系的 就你很累的时候 你来一杯 爽 那就灵魂 然后再来个碳酸饮料 等着一个壳出去 这顿火锅才叫吃得爽 对 然后躺在床上后悔嘛 大姐 您喜欢吃冰的 冷饮 对 我吧 一般不怎么喝茶 也不怎么喝咖啡 一般不喝饮料 不喝饮料 但是我特别喜欢喝冰水 到什么程度呢 就我每天这冰箱里 必须有一瓶 这个凉白开水 是冰镇在里面的 冰的是吧 对 你像平常要吃水果吧 比如买多了 吃不完 那水果怎么存放啊 放冰箱啊 我就给它冷冻起来 放冰箱有时也放不住 你留上西瓜 你怎么放啊 我您是 草莓 您冻啊 然后 我就把它放一小盒里边 冻上 好了 这个说完以后 接下来就到了恐怖时刻了 你们这样的饮食习惯 风险很高 来 看一看啊 饮食习惯 测胃损伤的风险 一个 高风险 两 这是怎么回事 不能吧 为什么 等一下 等一下 差在哪 差在哪 差在 咖啡 咖啡 咖啡怎么回事 咖啡怎么了 好医生 好医生 快快快 怎么回事 低风险呢 是跟我们第一位比 并不是说 不是说没风险 没有风险 那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第一位 就是说 这个咖啡 辛辣 冷饮 他都占全了 而且关键呢 不是说 我这个人吃一顿火锅 我这胃就不行了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 胃它也有一个 黏膜的修复的能力 所以在我们 这个前期的了解 像我们后边这几位 他虽然吃 但是他一个量 一个速度 他可能 这个不构成 这个高风险 您比如说 我们这个 第一号 西韦是吃得又快 然后农咖啡 是一杯起步 对 你最多一杯 喝多少杯 我觉得 每周至少有一天 我都得喝三杯左右 是黑咖啡吗 我想喝甜一点的 一般这种高糖的呢 它更刺激胃酸的产生 是提示大家 会有一些风险 会有一些风险 但是人是有差异的 对了 所以不要过于紧张 但是对基因不好的人来说 就像他这种生活习惯 可能他就容易引起来 胃糖到胃不舒服了 尤其是吃完火锅 冰啤酒 冰冷饮 像你说那个 必须得冰的 就这一热一冷 这个是不是对胃伤害 也特别大 对 所以真的就是 你吃了热的东西 再猛地喝冰的东西进去 确实是不好的 好 咱们来看一看 这是什么 一碗冰水 这是什么 一个伊拉罐 把这伊拉罐加热 然后放在冰水里面 会怎么样 知道 这伊拉罐怎么了 这个伊拉罐缩小了 就是要这样冷缩 如果你大量了 进食了这个 比如火锅了以后 其实你的胃 已经是一个 冲在一个这个 这个舒张的一个状态 这也撑起来 这时候如果大量的 进食这种冰水 一方面 可以造成黏膜损伤 再有一个 它可以造成这个什么 局部的黏膜的血管收缩 容易造成像急性胃扩张 还有什么 自发性的这种 食管的这种破裂 等等 都有可能 特别是你喝了 大量的碳酸饮料之后 这个气馋到了 对 这些年也是 经常能够碰到这种病人 蜡这个 大家都有感受 这个蜡吃进去之后 会对胃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我们说这个 辛辣食物呢 它可能对下食管 酷液机有一些影响 造成反流 烧心 那么还有的一部分人呢 可能对辣椒 更敏感一点的 它造成这个 胃肠道的蠕动规律 或者是胃肠道的蠕动 加快 再有呢 就造成胃的 像这种 黏膜小的糜烂啊 哪些地方 或者是点状出血 就这发黑的地儿啊 那么这些呢 都有可能是 跟这个 我们吃的一些 有刺激的食物 有关系 当然不只是辣椒啊 这个可能辣椒呢 只是其中的一个 像咖啡因啊 这个茶碱啊 它可能对这个胃的黏膜 都有一些这个作用 很多人啊 家里边最常备的药 都是各种治胃病的药 而且除了这些所谓 你觉得能保护药的位之外 我们家里边的小药箱里 还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常见病的 慢性病的 什么感冒发生 头疼脑热的 所谓的小药 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小药箱 做过一个检查 因为你的小药箱里的这些药 可能都会伤害胃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裁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你有没有给自己的小药箱 做过一个检查 因为你的小药箱里的这些药 可能都会伤害胃 所以来 咱们看看各家的小药箱 我常备的 因为我老上火 三黄片 三黄片 常备 然后这个头疼 胃疼 还有这个经期的痛经 特别耽误工作 就靠它了 布洛芬 布洛芬 好 这是你 来 子岩呢 然后我拿的 我主要尝过的是 这个黄顺响生纹 然后这个我带的是 我父亲吃的 一个是这个阿斯比林 对 一个是奥美拉醋吧 奥美拉醋 治反流性食道盐 对对对 然后呢 因为它岁数大了 所以它的这个血压 需要用这个药来控制 那大姐我们看看您 阿斯比林 拜堂平 她听 好 最后来看看您 都不说家里 我是随身会携带的 两个 布洛芬啊 布洛芬 因为休息不好嘛 容易头疼 而且我觉得我上了年纪了 然后比如像现在这个季节 我容易关节疼 容易痒 然后所以这个布洛芬 是常备药 然后还有那个 有一个叫健胃消食片 还有大山楂丸 这个是经常要帮助消化的 我老觉得消化不好 好 那这些药当中 到底哪些会对胃造成伤害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从常用药物测 胃损伤风险 终于有个低风险 两个低 大姐是高风险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咱们先把这其中的道理说一说 其实呢 这个和我们的食物比起来 我们很多的药物呢 也会对胃肠道造成损伤 那这里边呢 主要的有这么几类药物 那第一类的药物呢 也是我们目前最容易 对胃肠道造成损伤 服务药人群最广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非载体类的抗炎药 阿斯皮林 布洛芬啊 等等的 就是这类药物 我们都叫这个非载体类药 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人体这个 一有炎症的时候 这个前列腺素就生成 就出来了 在我们组织里头 它就会造成人呢 叫疼痛啊 什么的 造成这些感觉 那么这些抗炎药呢 就是抑制它产生的 那么你就会不疼了 但是这个前列腺素 是我们为 这个黏膜保护机制里 必不可少 它们两个等于 孔养在一起了 吃了这个药以后 对炎症有好处了 但是对胃造成了 黏膜保护机制 所以这里有一个 所以你看 吃了这个药以后 大于六个月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 就是胃肠道 可以有这个胃肠道的 不舒服啊 这个胀啊 甚至出现这个什么 糜烂啊 溃疡啊 出血啊 都有 明白了 之所以它会这么大面积的 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因为它是个双刃剑 对 它是个双刃剑 你只能是照顾了这边 结果就损伤了胃肠道 结果就损伤了胃肠道 先强调一下 低风险不代表无风险 所以这些药可能也会有问题 但是先来说说大姐 这为什么是高风险呢 对 因为呢 这个我觉得大姐呢 她这个吃辣自披鳞的 当然她吃了很长时间了 很长时间 可能这个 她现在呢 还是有一些胃的一个 一些症状 再有一个呢 这个 她呢 这个又有 本身有糖尿病 这个基础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呢 这里边呢 她要关注这个 阿斯皮林 对胃肠道的一个作用 当然不是说 你就肯定是有 那我给几个建议 第一个呢 就是说 我不知道您查过 没查过 优门罗杆菌 查过 如果查过呢 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 就算了 如果有呢 就要把优门罗杆菌 要根治了 因为我们说 现在引起 消化溃疡的 两个最大的病因 一个呢 就是这个 阿斯皮林 就是恩赛的药物 还有一个呢 就是优门罗杆菌 所以吃 这个长期服用 这种 阿斯皮林啊 等等这种 抗瘾基点 建议 要把优门罗杆菌 要跟住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如果您要是 有胃部不舒服 要注意呢 观察一下呢 自己的大便的情况 有没有发黑啊 或者是 有没有浅血啊 等等 如果有这种情况呢 那就要 及时地去医院 那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那就可能造成什么 胃有消道出血啊 等等 这些问题 所以还真的得 增加一下 为什么我说 这个它呢 风险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高一些 一个呢 就是说它呢 这个有基础病 第二个呢 它又只吃 这个阿斯皮林 就阿斯皮林 吃进去之后 到底对胃造成了 一个什么损伤 我们来看一看 哎呦 哎呦 这个您快跟我们讲讲 这是我们阿斯皮林 这个服用阿斯皮林以后 很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造成 黏膜的一个损伤 像糜烂啊 像红斑啊 像这个红肿的形成 哦 把阿斯皮林 跟胃黏膜接触以后 那么三十分钟 就可以出现这样 红肿 嗯 咱们再来看一组视频 未黏膜受损出血的情况 啊 像这个呢 就是一个 这个消化性的一个溃疡 那这个多长时间会出现 比如说像您说的 损伤到出血 从这个跟每个人不一样 多数发生在 吃药以后的三到六个月之内 啊 如果说超过六个月 都不出现黏膜损伤 那可能你的这个黏膜的修复能力比较强啊 这个第二个呢 咱们再说这几个低风险的 嗯 第一个呢 是这个 吸尾 吸尾 从它的药里头呢 其实 它的这个这个布洛芬呢 还是这个有一定风险的 啊 我们不建议长期 长期的概念呢 是每天都吃 下一位呢 下一位呢 它的这几个药呢 你是怎么吃 每天都吃 还是偶尔吃 上火吃 感冒吃 碰筋吃 对 它呢 并不是 说这些呢 虽然对胃有一定的存在 特别是像布洛芬 但是它呢 只是它的这个 痛筋的时候 经期它才吃 它也不是每天都吃 所以它的风险并不是很高 那我们小伙子这个 那小伙子这个 它自己这个就 没有什么 它这是开洒 它治嗓子了 这个对胃没什么影响 它父亲的药呢 你看它 虽然吃着阿斯皮里呢 但是它吃着这个什么 抑制胃酸的药 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它对胃就有一个保护 所以它的这个风险呢 也是比较低的 我们也正在研究这方面 就是说 我们用药前呢 一定要评估 药品的适应征 我这边什么事都没有 就是为了预防 那你就别吃了 说我这边都已经冠心病 放了支架了 或者是已经有斑块了 那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吃 对了 再有一个呢 要评估 我们要评估你的消化道的情况 你比如我原来就得过克养 那这个时候 可能就要配着这个 味药一块吃 明白了 第一类就是我们说 抑制胃酸 各种拉坐啊 这都叫 我们叫制子崩抑制剂 这是一类药 还有像什么 我们原来说的 这个叫H2受体阻断剂 什么这个 雷尼T钉啊 这种法模T钉啊 这种各种T钉 那个也是 抑制胃酸分泌的 这两种药 都是抑制酸分泌 那我们叫抑酸剂 明白了 还有一种 我们叫抗酸剂 抗酸剂说白了 就是碱 就是中和胃酸 它一方面呢 能够中和胃酸 第二呢 很多都是凝胶 它也能形成一层保护膜啊 来保护这种 好 经过了今天测试 我们来看一看 最后谁的生活习惯当中 可能会离 胃部疾病发生的风险 会更高一些呢 来看看最后的结果 请亮灯 为什么最后 他们两个相对来讲 会风险更高一点呢 您再帮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 我是觉得呢 首先我们这个大姐呢 还是保养得不错的 这个显得很年轻的 第一个呢 坚持现在的这个 您好的方面 那比如说吃饭啊什么的 适当地在控制控制 另外呢 就是在注意呢 把比如说凉的这些东西 反正这个 也到了这个年纪了呢 可以 不是说不能吃 一定要这个适量 要控制 再有呢 就是这个 用药的方面呢 要这个观察一下 对于这个消化道 要多多注意 谢谢郝主任 好 我们来说另外一位 高风险的 他呢 现在呢 为什么他风险比较高呢 我是觉得 一个呢 他的这个压力很大 他三份工作还带孩子 生活节奏也很快 另外呢 其实从他的这个饮食呢 他也是最不注意的 如果有可能呢 还是要规律一些 第二个呢 吃的时候呢 还是要这个控制量 控制这个节奏 这样要给胃肠道啊 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 对对对 我相信肯定 很多很多的朋友 都饱受这个痛苦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 要请我们的好医生 关于保护我们的胃 给大家几条忠告 来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还是说 你的第一个胃的医生 是你自己 人的感受 其实是比医生 你更了解自己 所以尊重生命的规律 对 第一个我是觉得啊 规律的饮食啊 这个适当地控制一下 吃饭的速度 再有呢 就是一些这个生活中的 虽然很多好吃的东西 但是我们要适度适量 那么再有呢 我们用药的时候呢 我们要关注到 有一些药物 对我们胃肠道 还是有损伤的 发现了问题 及时地来进行就医 也就像就是呢 我对大家的一点建议 好 大家要记着啊 好医生给他建议 所以今天 各位 我们了解了很多很多 胃部疾病的机理 如果没记住 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记住 我们好医生 给大家的好建议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爱护自己的胃 就从自己开始 再见 各位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黄医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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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